大家上了年纪,都多少会出现一些毛病, 尤其是如果年轻时没有照顾好身体。 就可能有三高,也开始这里痛,那里痛, 走不快,看不清,耳不灵,睡不好。 人到了晚年,如果身患多病,或是病情严重, 无法照顾自己,甚至要长期住院, 这对自己和家人都是很辛苦的。 首先,金钱的负担肯定不少, 把辛苦一辈子赚来的钱花在吃药住院,就得不偿失了。 同时,在家里照顾年老的病患, 对整家人来说,是身心劳累的事。 算来算去,健康还是排第一。 所以预防剩余治疗。